这位原著小说仙政的故事线究竟能有多黑暗 能让作者宁愿重写原著 也要配合导演过审之部电影 1.1号病人王战团 王战团在19岁的时候就参加了海军 虽然这样做可以躲过下乡 但终究还是没能躲过运动 运动闹到中间那两年的时候 王战团因为说了一次梦话 导致他第一次发疯进而被认定为了精神病 当时部队里有两个思想派别 船长是一派 镇伟是一派 部队里的队员们也相继占了队伍 唯独王战团保持中立谁也不得罪 两派也因为王战团的海军能力出众 所以没有逼迫他强行战队 可直到某天晚上 王战团说梦话大骂郑伟和船长 说船长是阴险小人 也说郑伟是两面三刀 就这样 郑伟和船长联合批斗起了王战团 最终以反动分子的名义 关了他三天的禁闭室 但三天后他从禁闭室出来 食人就活着了 嘴里不停地念叨着不应该啊 王战团说梦话的毛病其实早就有 但就因为这个小毛病得罪了郑伟和船长 导致说梦话的这个毛病让他被当成了异类 因为是在部队里病的 所以部队给他安排了飞机制造厂的一个小工作 可被当作异类后没多久 王战团的精神似乎是真的出了点问题 为了不让他的病情加重 常理领导索性给他来了个带薪长假 这一休息就是15年 王战团的妻子为了不被旁人说三道四 他请来了跳大仙的赵老师 第一次请来赵老师后 他上来的第一句话就是 经过一番仔细的盘查 王战团原来在结婚之前有位已经订婚的前女友 因为遇上了运动导致这俩人分崩离析 然后前女友的父亲被逗死了 母亲也被火车意外撞死 等前女友再找到王战团的时候 他已经娶了现任妻子 所以前女友只好回到乡下与一名仆夫结了婚 后来前女友因为家暴也自杀了 赵老师说就是因为这一家的冤魂缠着王战团 才导致的他精神失常频频发疯 最后赵老师在王战团家放了两个牌位 一个是王战团前女友的 一个是龙手山二柳洞白家三爷的 让王战团每天给牌位上香 就这样赵老师在王战团家中的墙角里凿了个小洞 放下了一把香火并拿走了三百块 王战团看似全程配合实则是非常敷衍 二二号病人周正 因为本篇小说的主人公是第一视角 所以为了方便观看 以下均用周正所替代 王战团是周正的大姑父 他俩的病情差不多 周正只是因为有一点口吃的毛病 便被父母疯狂虐待 父亲在家里面 母亲带着周正到处去医院里面 这还没完 周正在学校里还被其他人嘲笑和霸凌 所以慢慢的周正变得有些自闭着 跟谁都不愿意开口说话 成绩一般让他连流两极 父亲为此不仅狂扇他耳光 还一再地在亲人面前践踏他的自尊心 所以他的心理变得越来越孤僻 可唯独在王战团面前 周正可以敞开心扉的说话 因为他认为只有大姑父能理解自己 而且自己也觉得对方没有病 就这样 相互理解的二人成为了望年娇 周正也从王战团那听到了很多道理 吃刺猬这是要从李广源开始说起 他是王战团女儿王海鸥的男朋友 他俩都是乡镇药房的同事 为了追求王海鸥 李广源给了他一副治疗魔症的药方 王海鸥就这样偷偷地给父亲下了半年的药 结果确实没发过疯 但大腿上莫名长了一处恶疮 以至于影响他正常走路 也就在这时 李广源说刺猬肉可以治恶疮 说这是一个很有效的偏方 就这样 在李广源和王海鸥的订婚宴上 王战团和周正偷偷来到林子里 抓到一只刺猬病吃了 这时周正始终不相信刺猬可以治病 但王战团为了不耽误下个月的女儿婚礼 他只好相信了这个偏方 你大姐婚礼 我不能学腿去丢人 结果王战团的腿病真就莫名的好了 只不过痊愈的时机是在女儿结婚之后 几个月后王海鸥生下了一个女儿 但这并没有给一家人带来欢乐 因为王战团的病情总是反反复复 大姑为此费尽了心思 她实在是没有办法 只好二请跳大仙的赵老师 在电话里 赵老师意外听到了王战团吃刺猬的事 她瞬间怒火中烧 对着电话就开始破口大骂 说刺猬是自己的爹 王战团吃刺猬就相当于自己的杀父仇人 原来这个赵老师信奉的仙人是刺猬仙 相传跳大仙的有五大仙门 分别是胡黄白柳辉 其中白家指的就是刺猬的仙门 就这样大姑失去了赵老师的帮助 于是她就开始软禁王战团 既然谁都治不了 那就不让她出门 但这根本困不住王战团 她总是偷偷溜出房间 于是大姑便开始给王战团下安眠药 让她整日整日地睡觉 周正也发现了这一点 这就让她觉得很不正常 而且她还发现大姑原本性的是佛 可最近墙上却摆起了十字架 更不可思议的是 某天晚上周正发现了大姑给王战团下安眠药的秘密 这便让她十分害怕大姑 也开始害怕自己身边的所有情缘 王战团如此昏昏睡睡了一年多 至于王战团的最终结局 是在她儿子出车祸去世的两个月后 自己突发心口 悄无声息地离开了人世 当然了 援助的结局是周正的一段回忆 那天大姑请来了赵老师 周正父母得之后便拉着她也想让赵老师看看 结果在半路看到了王战团 在指挥帮助一只刺猬过马路 等来到了赵老师面前 她手持木剑一边鞭打着周正一边 要求她磕头认罪 周正忍无可忍之后 说出自己也吃了刺猬的事实 我把你跌给 吃啊 这时她仿佛听到了王战团在屋外的呼喊声 呼喊着让周正使劲往上爬 爬到顶就成人间了 千万别被卡住了 周正听到这话后仿佛领悟到了什么 她向赵老师认罪 并且最后她往地上吐了一口鲜血 然后露出了如是重负的笑容 因为她知道 明白了王战团的那句道理 以后就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卡住她 小说的结尾很具有开放性 也很有争议性 有人认为作者不想让结局烂尾 所以才给的很是模糊 也有人认为这样的结局 恰恰能说明更多东西 因为潜藏在社会黑暗面的东西 是说不明白的 在电影刺猬中 王战团只是有一点说梦话的毛病 周正也只是有一点口吃 就因为自身的这一点点小毛病 便被周围人划分为了异类 然后误会越来越大 自己心里被伤得也就越来越深 如果在看原著的时候 你会陷入恍惚 究竟病的是两位主人公 还是整个社会 说到电影选角 格优无疑是王战团的最佳人选 因为原著中 王战团的口头禅很有特色 凡事都会问个应不应该 格优说这些口头禅 就非常的有感觉 王俊凯作为原著主人公贯穿电影 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郑直和顾长卫 为了能把这个故事搬上大萤幕 几乎是重写了原著内容 他不惜改掉王战团的个人历史 也隐晦表达了很多细节 因为电影要过深 所以不得不这么改 可即便这样 原著的内核和各种高能细节电影 也基本都有保留 虽然以上讲的是原著内容 但也算是帮你疏通了一下电影剧情 不知屏幕前的你觉得电影怎么样 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答案吧